接下来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生词表二 生词表二 第一个单词就是scarf 是披肩和围肩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之前学过Muffla 还会有现在生活当中 非常时尚经常用的是 Stolo这个表二形式 我们在这个单词 是用这三个单词比较来记一下 Stolo它是装饰和预寒 两个用都可以 各种材质都行 都为细长的 那么女性使用 现在那么男士也愿意做 在一些时尚的杂志上 男性也会用这个 Stolo就是比较细长的 各种材质的围巾来做装饰 那么这也是男士也能用 下面scarf是什么 装饰和预寒用的 也是各种材质 它就没有这个形状上的限制 而Muffla呢 更侧重指毛线编制的 好 这几个词掌握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つる这单词是钓 钓鱼 魚をつる是钓鱼 也可以说娘を荒らしてつる 那么这是一个 日本非常有名的主持人 因为他到女儿到青春期 很难去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就会用 他女儿会喜欢一个组合 叫阿拉西 他就会用这个来 这个吸引 他的这个女儿 这种执意是钓 其实是吸引 那么也有 エビデ タヨ 大家知道 虾来钓什么 钓鱼是日本 非常名贵的鱼 就是咱们那个俗语叫 抛砖 隐喻 好 这个他等词 就介绍到这 接下来是タノムシュ 这个词是靠的 助友出血 我们学过タノム 对吧 是拜托请求学过タヨ 是依靠大主义 赖字写法 再次强调 那面不是负责人的 负的繁体字 而是业的繁体字 あの先輩は 何でも ソウォダニの 得くれるので とデモ他のもし 那个前辈 无论是什么 都会这个怎么样 帮我斟酌 帮我商量 ソウォダニの 是上册学过的 重要的表演形式 那么非常靠得住 那么很 这个非常有望的意思 来 接下来是 オシャベリ 是爱说话 好说话的人 敬谈 那么比如说 オシャベリさん 就可以单指这个人 当然作为形二字形 来用オシャベリな人 爱说话的人 单独オシャベリさん 也有这个表达形式 往下来是 かわいらし 可爱 可能大家都更熟悉 什么 かわい 为什么这个词 我们大家稍微默认 因为它属于东北地区的方言 就是发生地震的东北地区 かわいらしがら 就是非常可爱的 这种花纹图案 接下来是 ふやす 是一个他动词 它对应的自动词 我们在很早之前 都学过是ふえる ひとでをふやす 就是增加人手 としをふやす 是增加投资的意思 接下来是 アテハメル アハマル 这个词 适合适用 这是个自动词 那么这个词 它对应的他动词 アテハメル 我们将在27个学习 那时也是个重点的内容 希望にアテハマル 会場を見つける 就是去寻找 那么符合自己希望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 条件にアテハマル 就是适用于这个条件 再往下来是 ギャンブル 是赌博的意思 来自于英语 这也是个重点的 外来语端词 予想は当たることもある しはつえることもある ギャンブルに もちゅうになるのは よくない もちゅうになる 实在中期 是一个所谓的 热衷于陈迷语 那么我们的猜想 有时候会准 有时候会不准 但是你这个热衷于赌博 投机都不是不好的 这样后来 这个词组 セキニオトロ 再讲セキニオトロ 我们提到过 就是负责任 固定搭配 セキニオトってください 请你能够负责任 接下来 テンゴク 这单词是天堂 国 我们在大部分时候 都读的是 印度是口口 但中国这个词读的是 这个 去有个国是特殊的 而天国也是一样 テンゴクエイク 就是去天堂 テンゴクで君に会ったら 就是如果能够 在天国与你相遇 这是日本的一个 得了患了癌症的 橄榄球 用起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 算是一个自传体的 这样的一个小说 里面描述了 当大家面临 绝症的各种表现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 大概很短 大概有四集的电视剧 非常之感人 心理描写 做到非常好 大家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接下来是 キズスケル 是伤害弄伤 是个他动词 其实大家看一下 キズスケル 是个他动词 它是他复合而成的 カホキズスケル 就是把脸弄伤了 这可以指具体的 留下伤痕 也可以指什么 感情をキズスケル 就是伤害感情的意思 一定要注意 キズ的姿势 私加了点 接下来是 カコジツ 这个词是 确实和准确的意思 形二的词形 あの二人は カコジツに結婚する 那两个人是确实 那两个人是确实要结婚的 的确实要结婚的 カコジツの方法を取る 这里就取得 是它的准确的含义 那么采取 准确的这个方式 最后是看一下 夢を見る 是做梦和梦见的意思 可以说 母の夢を見た 就是梦见妈妈 当然我们也有 另外一种说法 在梦里看见谁 就是也是梦见 谁是谁 比如说 夢で母を見た 也是梦见 妈妈的意思 好 接下来看 下一个单词 跟天国 跟天堂相对应的 应该是什么 ジゴク 这个单词是地狱 ジゴクに落ちる 就是落入地狱 这个预算 其实在读音上 跟刚才那天国的国读音 是一样 都读ゴク 接下来是 ヨコギル 这是个重点单词 这个字动词 是横穿横过 那么因为当汉字有切 我们大家学过 ウラギル 都跟这个キル 是相关 它是特殊五段动词 特殊的动语 表面上看起来 是动二 一段动词 这是没有 为什么 ミチュオヨコギル 就是横穿 马路 好 接下来 ビザ这个单词 是签证入境许可处 这个可能大家去国外 都会用到 它对应 大家要注意 一个辩析是ピザ ピザ是 这个ピザ 这两个词 别说错了 放下来 重点的动词 那里 它只是一个字 动词成立 那么这个 如果要给大家汉字的话 其实很好理解 就去成立 两字对吧 好 この制度は 国民の総医療費を 国民全体で負担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成立ている 那么这项制度 是由于通过什么 而成立的ことによって 是我们在 中级的试课所学习的 是国民总的医疗费 是由国民成体来负担的 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都要上任 在日本只要是 三个月以上签证 可能都需要上 国民健康保险 当然你一旦 每个月都要交 一定的数额的钱 大约在一千多块钱 一千五到一千八 那么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只需要 承担百分之三十 就可以了 所以就指的是 这项制度 是由于这一点 而成立的 接下来这个单词 就是再建签证 这个他动词 是再见 重新建设 再也定是在 建定是 但不是我们所说 再会的 那是再开 那么再选是 再一千 是不是 再一千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重新建设 这个再见什么 已经到 他坍塌的房屋 比如由于地震 海啸等 造成坍塌的房屋 重新建设 接下来是 muku gishi muku这个单词 是对岸 mgishi 这是对岸 暗的意思 其实是kishi的作画 muku gishiが見えない 看不到对岸 注意这个单词 暗的读音 不读干 而读的是kishi 接下来是 kuri这个词 是距离 kuriを測定する 就是测定距离 之前我们也练过这个词 かなりの距离 就是相当远的距离 往下来是 hakaru这个词 也是测量 测算的意思 kuriをhakaru 它跟我们之前 学当中汉字 量其实是一个意思 测量测算 但是它一般 不用于表示什么 称重量 接下来是kizu skeru 这个词大家看 是一个复合词 kizu skeru 是什么 加上 那么kizu skeru 这个他动词 是伤害弄伤 它可以指具体的 比如说 kizu skeru 就是把脸上弄伤了 也可以说 kanzo kizu skeru 就是伤感情的意思 接下来是kagujitsu 这个词 也是一个重点的形儿 kagujitsu 是确实准确的意思 あの二人は kagujitsuに結婚する 那两个人 的确实是 要结婚的 kagujitsuの 方法を取る 采取准确的方法 这里就取得 准确的含义 这也是非常工整的音读 接下来是 yumeを見る 最后一个单词 是做梦和梦见 梦见谁就可以说 誰誰の夢を見る 母の夢を見た 就是梦见了妈妈 当然也有 另外一种表述 就是 yume de何何を見た 比如说 yume de母を見た 也是 这个梦见妈妈的意思